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话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换几天上最新消息 那马斯基也不傻,对吧,这个第五代的接班人也不傻 44岁的Robert在马斯基从14年进入董事会 到今天逐足8年时间,8年时间证明了自己能力 在今年的3月15号年度股东大会以后 他正式成为新的掌门人 一个年富力强的掌门人 一个年富力强的第五代的接班人 一个不缺钱的马斯基 一个在全链路在北美欧洲去建昌的马斯基 你们慌了吗 而我是怎么建议我们这些朋友的 我只建议两种朋友 一种是做高客单价的品牌的朋友 不是特别大,不特别抛 相对来说可能是25磅左右的 在80左右的这种大小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做派送 那相比而言,这个马斯基的所收购的这些物流公司 他们可以去跟USPS 包括其他的这种尾城可以做更多的合作 你太大的抛货,他没办法干 是吧,我们通常会建议两种朋友去跟马斯基这样谈 第一,你本身是以欧洲美国为核心的 第二,你是做产品品牌的 第三,你现在其实已经被海运的物流费用掐了脖子了 对吧,就像我们前两天所说的 新年前的海运贵一万四千多 一万五千炒子疯掉了 然后很多人都在官网 结果过了新年,往年在过完元旦前后的 过完这个元宵前后一堆的发货 现在不发货了,大家不敢发货了 空域价格就哗啦哗啦掉到 说是最夸张的,掉回三十多四十了 新年前多少?新年前一百多块钱一公斤啊 现在三十多四十块钱 说明白,你要年前发货 你现在就快跳楼了 因为一公一断货,你差多少钱 人家就用价格的粘死你啊 更加不要说这种整柜的这种 像这种家具家居的朋友 在大规模的出口 那讲完这个马斯基了 马斯基现在很明显了 第五代接班人 已经在过去几年做了这个动作了 我很清晰 我不仅仅要做一个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不仅仅要做海洋洋搬运工 我还要做货物的搬运工 我还要做商业的搬运工 我还要去做全球全链路的服务商 那包括我们身边还有个朋友啊 叫叫叫树长科技的啊 他们现在也在给马斯基做一个 舱内的自动化分简的这样一个服务 这个朋友当时找到我的时候 我还觉得他在吹牛啊 他说是王位给他投资了啊 给这个马斯基做什么服务的 给伊贝做服务的 说是当年伊贝早期的这种 舱组的服务设计师 我当时还打了个大问号 我说他还是跟阿玛逊做这样的服务 他说什么人啊 这吹牛吹那么厉害 前两天看到马斯基的官方的这个 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 挺厉害的一个姑娘啊 那但同时呢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了怎么样变化 好了 那对于我们卖家来说 这是不是好事 不是特别好的事 因为你 你是不是都可以从马斯基那边 拿到那么好的长约呢 因为按照这个行业来说 一般到三月底四月左右的话 他的长约基本上已经锁定完了 你现在找他们谈 你最多最多只有半个月到一个时间 那你这个半个月到一个时间 是不是可以锁定你这个长期的这期约呢 而你只有一百多条贵的这种 我们叫精品卖家 是不是就可以从马斯基手上 拿到这么好的一个这种长约呢 而这铺货的卖家 铺货卖家的话 可能对马斯基来说 他还不想碰那么多 他还是希望做一些精品的 这些长期的高客单的产品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的逻辑很简单 逻辑分析来很简单 马斯基愿意把这个长期的这种海运的头 长约给大家锁定了 价格比别人便宜一点点 对吧 人家放出一万一万两千多 你可以锁定个八千九千多好啊 一条会省一千美金啊兄弟 你想想你一个一年 不要说多吧 两百条会 就二十多万美金了 二十多万美金你想多少钱 这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然后马斯基提供的后面的东西 还可以给你更多的这种服务 当然我不知道他这尾程的服务会特别贵啊 by the way 我今天不是给马斯基打广告 我也没掐马斯基的饭 马斯基也没给我一分钱 只是说我们看到了包括马斯基 中远这样的一些海运公司 船公司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东西 包括我们在新年前 在农历的应该叫公立新年前 我们看到的中国物流集团 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讲到这事情不得不提到一个 一个我们叫全球第三大的达菲 达菲在上个星期讲到一个点 对吧 我们讲了第二个话题了 达菲说不行了 我们现在啊这个费用变化太快了 我现在要这个货上传了 我才给你算算这个运费 啥 那那那如果这个贵一旦 我一万二订的 掉到一万当然最好了 但会省了两千 那如果一万二超到一万四 那谁给我补这钱 我不管 这不光好事 那你的问题 达菲 做人要厚道 你挣钱的时候咋不能说呢 好歹你也是中这个咱们中欧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叫航运人啊 这个航渡人啊 那达菲当然不会这么想了 是吧 达菲现在干什么事情 达菲在干一个事情 可能很多人都只会注意到 哦 达菲开始去改变了一个游戏规则 对吧 你这个早早到晚到中间的风险 我不管我是 我不去承担 因为你发生了变动 你们到处找我便宜了 就像买房子吧 便宜的时候你就跳 涨的时候你就开心的骨头涨 不让你跌价 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呢 是吧 但同时呢 达菲还做一个事情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到 可能有部分朋友注意到了 达菲那9条23000多个贵的 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 即将相传 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达菲还干了一个事情 我们那天在做这个资料搜集 发现达菲其实现在手上 保守估计有40多条 乐观估计可能有50多条 这个6啊 50多条的这个LPLNG 液化天然气的这种双能源的 这种 就什么叫集中生权 你知道兄弟们知道 这个这意味是什么吗 这意味着达菲在做一个 全球航运的能源革命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一点啊 就是整个一个的碳排放 要去减少啊 就包括欧洲对吧 他要去减少这碳排放 而现在整个碳排放 已经慢慢的成为一个 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我们叫经济模型 从中国的黄埔 从华南的黄埔 到江南到互东 整一个中国 包括朝这个韩国 大大小小的船公司的码头上 就制船厂里面 制船厂里面 就多少条LNG的船 就达菲定的 而达菲之所以改变了 这门游戏规则 他其实就 他逻辑非常简单 我的未来 我就通过这样子 我就提供更优质的这个服务 给我的用户 那当然达菲自己也在做更多的收购 但收购的好像很奇怪 收购了一家 一个意大利的媒体公司 一家子报纸 有点想不明白 法国人在想什么事情啊 但是呢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事情啊 就在我们刚所说的 这个达菲 前后宣布这个改变这游戏规设 马克龙 跑去跟这个 这个几个船公司的老板 开了个会啊 就在前两天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对 就在前两天 这个在二月十几号的时候呢 马克龙跟谁开会呢 跟这个马斯基 达菲 地中海 赫布罗特的CEO 都去开了个会 讲了什么呢 船运脱炭 大家记得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叫 达菲的这44条LNG船嘛 还记得他这个在 整一个这个能源排放上面检排嘛 那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很有趣 这包括这个整一个的这种 我们叫核算费用的这个变化 整一个的全球航运 正在有深刻的变化 那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事情可能很多没注意到的 就在前阵子啊 2月15号 那今天是21号 2月15号就六天前 我念名字啊 这太长了 我记不住啊 由MSC 马斯基 达菲 赫尔伯 罗特 ONE 常用 HMM 阳明 以兴等九家船公司组成的 数字化集装箱航运联盟 DCSA 宣布 挺好了 跟BIMCO FIATA ICC 跟SWIP 签署了备忘录 要告诉呢 成立一个 马里吓死人了 未来国际贸易联盟 简称 FIT Future International Trade 这个九家船公司就不用说了 基本上是现在行业里面的 最大人几个了 但是 就是没有中资的 阳明 是中国台湾的 不算 长庸 算是中国台湾的 还不算大陆的 没有一家大陆的船公司 然后他们 连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 大家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啊 我稍微给大家做科普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字幕打上去 BIMCO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运协会 FIATT是什么 国际物流代理协会联合会 ICT是什么 国际商会 是有一百多个国家 四千五百万企业的机构代表 Smith不是说了 美国天天在 在吼吓中国和俄罗斯的 包括伊朗 这些从航运 到商家 到资金 到整一个商会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所谓的公益准质 他这个组成的DCSA联盟 背后的这个FIT 他想干嘛 他到底想干嘛 兄弟们 这个世界在大变了